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人越来越明白什么是平行时空 在同一天空之下面对同一样的处境 不同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和感受 这是莫名其妙的 甚至怀疑自己或对方是否精神出现问题 明明是少了就可以说成是增加 明明是破坏就可以说成是完善 明明袋里没有的就可以说已经成为囊中之物 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令人迷茫的世代 因此更多思想圣经的宝贵教导 更多了解世界和世人的本来面目 才能够避免自己随波逐流 加入指鹿为马的行列 日光之下并无身时 传道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说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 都是虚空 都是暴风 弯曲的 不能变直 缺少的 不能触数 是非黑白 有时并不是真的难去分辨 只要我们愿意暂时放下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 放下个人的利益关系 放下令人愤怒和悲伤的情绪 用最简单直接的逻辑去分析 不要倒入语言艺术的陷阱 用常识去思考就可以了 什么叫自由而公平的民主选举 简单来说 就是每一个合资格的公民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 不受其他人的影响 在不同的候选人当中 自由地选择自己认同的人选 尊重不受操控的选举结果 授权当选者参与法定任期的管治 并且可以监督当选者有没有履行竞选时的承诺 必要时可以罢免严重续职的当选者 或者下一次用选票将他赶下台 越能够满足以上条件的就是越完善的选举 和这些基本要求距离越远的就是越不完善的选举 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选举 事实性于红便 要检视这届行政长官的选举是完善了 还是退步了 不是靠自吹自擂 而是要依靠客观的事实 首先 虽然选民人数增加到接近1,500人 但以四百多万的登记选民来说 不过是狗牛一毛 而选民的选民人数 也由以前的24万下跌到不够8千的个人和团体 跌幅是9成7 莫过说政府经常说 所谓反中乱港的人无法参与选举 基本上 绝大部分愿意留港见港的市民 都无法直接或间接参与这场所谓选举 更令人摸不着头脑 难道能够令中央放心 真正爱国爱港 全港值得信赖的人和团体 就剩下不够8千? 更有趣的是 当中绝大部分都是 富商、财团、专业人士和外国团体的成员 而绝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基层市民 甚至是无产阶级 都是一律无缘民进 内人尋味的是 究竟在社会主义的歧视下 哪些才是真正受到重视 甚至有特权的人? 哪些才是政治上一无所有 甚至是被压迫的奴隶? 顾名思义 所谓选举是指参与者有权选择 而不是像伙计对麦兜和麦太所说的 常餐和特餐是一样的 特餐和快餐差不多 快餐就是午餐 午餐又和晚餐一样 所以大家还记得15年前 当时的行政长官候选人曾蔭权说 有得选择才是老板 若可以为他这句话加一句谐头语 可以考虑 无得选择 摆明是老陈 一场无得选择 无得比较的 根本就不应该叫选举 而对于绝大部分并不是选委 亦不是选委选民的普罗市民来说 一场既无法参与 亦无法监督的活动 根本就是吹奏一次春水 干轻底时 关我们什么事呢 难得的是一场明明 未曾举行已经知道结果的快乐器 不少人就煞有介事地落力演出 更忽然发现被埋没多年的抗世奇才 沧海为珠 面对这些情景 虽然难免令人沮丧 不过也让大家可以好好观察人生百态的时间 哪些人喜欢曲耳逢迎 哪些人看风洗礼 哪些人盲从附和 哪些人哀莫大于心死 哪些人灵巧 哪些人顺良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看清楚自己 当无法改变日光之下的事 不妨转念思想日光之上的事 在地若天也是另一种平行时空 《传道书九章十一节》提醒我们 我又尊严见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良食 明智的未必得知才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面对无法理解和改变的事 只能进入平行时空去看成败得失 在平行时空虽然有人口里面对某些选举和候选人歌功众德 但心里面可能是痴之以鼻 而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好好地为自己祈祷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如果大家真的相信人人都有得死 死后且有审判的话 除了选择真理 我们必无选择 无论在任何时空 我们只能够选择投上帝 投自己的良心一票 见到真正的选举就叫做选举 见到无牌课就叫做音点或委任 所谓选举不在于官员或传媒说了什么 而是大家实际看到什么 讽刺的是人生有事 就好像一场人人都知道是假 演员很认真去演出的荒诞劇 而当有人质疑货不对版的时候 不知道会不会被此危害演出的安全 煽动他人对荒谬剧情的不满 甚至是仇恨 如果每日都用常识思考和讨论 亦是罪名的话 恐怕现实会比荒诞劇更加荒诞